枪枪三人形 闻到今天是白衣圣雪 有那么严重吗 就是象征了你这个心地的纯洁 对吗 修道嘛 这个心一片的这个洁白 就像我们节目的赞助叫雪花啤酒的雪花 没事 赞助马上双倍 加倍 又不给咱们分享 马博士 今天你倒是一身乌黑啊 没有乌黑 黑中有白 这个中国哲学啊 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而且又特别跟文道商配 平衡起来 可是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这个非黑即白 因为啊 很多人 你发现没有 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啊 就是非黑即白 就是你不是好的就是坏的 不是白的就是黑的 不是结了婚的就是没结婚的 不是有女朋友的就是没女朋友的 反正 哎呀 我今天将来 我头晕呢 我头晕 那天咱们跟赵忠祥老师在做节目 文道这个白衣圣雪的嘛 问了一个非常纯洁的问题 就说是说这个究竟有多少人关心这些个人家这个赵老师的这个八卦 然后呢这个赵老师 他要出本书 对赵老师就就就就问我说文道你说十几亿的中国人是吧 真正关心这些事情的说文道是正人君子吗 真正关心这些事情的有多少人呢 我心里盘涨盘涨 我说第一有个老几亿的 但是我露出了一句话 就是我是说呀 这确实是我真实的感觉 全民就爱八卦了 他们 我身边就是这样的人 那么他们在说的时候 他们不晓得 他是把快乐建立在你的痛苦上面 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感觉 你要是呼唤同情 弱势群体 台湾的这个风灾的水灾的灾民 大家都能够没意见 对吧 我要是说咱同情一下刘德华 这是什么反应 还是刘德华需要我们同情吗 可是你知道 我特意今天还买了一本香港街头的 这种 最新的吧 这两天 你看先父丧礼 不 朱父丧礼 刘华 刘华是香港人 刘德华叫刘华 刘华朱立倩相拥痛哭 这些人照片 你知道我就看这个封面 这些天香港就在聊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的过程 马博士跟我们先讲一下 你跟说整个事件的过程 因为刘德华 一直这么多年来 大家都说他嘛 可能有个女朋友 而且有名有姓的 甚至都知道是在马来西亚来的 我们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当地人也跟我们只成了房子 和这些他们房子 对讲的好像真的一样 好像他的亲人一样 现在坦白讲 可是这么多年来 也没有真的说 刘德华承认一次 他都没有承认 我发现他前面是完全不提 甚至否认 到后来就变成不否认 可是也没有承认 可是现在终于说 听说这一位女方的父亲的去世了 所以大家就作为一个机会 把他抓住了